中央速毒局从一名涉嫌贩毒的本地男子住家 起货了接近5公斤的毒品 市值超过18万新元 这些毒品足以让700名试毒者服用一周 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中央速毒局的文告指出 执法人员前天下午在武吉芝麻路一带 逮捕了一名驾驶马赛地轿车的32岁男子 警方在他位于榜额域一带的住家里 起货了约2.1公斤的大麻 967克的海洛因 另外还有合共500多克的冰毒 绿安酮和俗称摇头丸的爱他死药丸 以及约1.3公斤的受管制药物粉末 根据滥用毒品法令 贩毒超过15克的纯海洛因或500克大麻将面对死刑